好 各位同学 学习的时间结束了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目 第五题 它是由第五届走美的时期改编过来的 就在竖上面稍微做了一下改动 让我们同学算得更方便一点 但其他内容几乎没有改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图 一个正方形ABCD 边长是8 AE这一段的长度是2 CF这段的长度是3 然后同时呢 以EF为端点 又向外做了一个长方形 并且这个地点恰好在长方形的一条边上 现在让我们来求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那现在很明显在图当中能知道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正方形的面积 那我想求长方形面积 是不是要建立这个关系纽带呀 而关系纽带又得靠什么来建立呢 一半 当然还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一半模型了 那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它应该又是我一半模型的哪一种 1 2 3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对角线 无论是正方形里面 还是长方形里面 没有 对角线都没有 对吧 那顶天立地 有一个顶点在边上 然后它的对边那条线 咱们看看正方形里面 应该可以吧 有一个点 F在这条边上 那它的对边是不是应该就是那个D了 对吧 那又是倒过来的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得需要连接的是 AF和DF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 这个三角形 是不是应该是我这个 正方形面积的一半吧 但是最关键是这个三角形 还得跟长方形面积有关吧 对 可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三角形 跟长方形的面积关系 这还多出来一块呢 是 这很明显能有关系吗 不行 没有 那就意味着正方形里面的这个顶天立地就不行了 那长方形能不能看看 长方形的顶天立地点在这儿呢吧 对 那D数应该在这儿 那连完之后应该是连接D和DF 那应该是这个阴影三角形 没关系 这个阴影三角形是我长方形面积的一半了吧 像我说老师 那一样的呀 它还不是正方形的一半呢 大家一样看好了 这个可不是正方形面积一半 刚才咱们说的一半应该是那样子的 那老师这个DF图 好像也没有用吧 原来是能画 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完桥梁 把这两块算图形的面积连在一起 那要不就DF图 那个内部任意点 也没有啊 这更没有 啊 老师 当时DF图画下去 这一个也没有啊 对吧 那还是放在这里 证明肯定还是可以用一半模型做的 所以就说别着急 咱再回来想一下 第一幅图和第三幅图压根就没有 第二幅图不管怎么样 是不是还能画出来 那现在我的重点 是不是肯定还是放在第二幅图了 现在我们黑板上画的这个图 它是我要求的这个长方形面积的一半 但它不是这个正方形面积的一半 那它的面积能不能求呢 因为你发现这条题 不是只给了正方形的边长吧 是不是还给了这两条边的长度 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看 能不能直接求出这个三幅图压根面积呢 有点困难 但是这个三幅图压根是不是在已经知道面积的长正方形里面 而除了正方形之外 是不是还多了这三个直角三幅图压根吧 那如果我能知道这三个直角三幅图压根面积 AD 这是直角的话 那么这两条直角边一个做底 另外一个就应该是这条边上的高 比如说 AE 做底 那 AE 就是 2 那高就是 AD AD 就是正方形的边长 那就应该是 8 面积怎么样 出来了 好 同理我们看 DFC 如果以 3 DFC 为底边 这是 3 那高就应该是DC 还是 8 也出来了 好 最左下角的这个直角造型 这两条边虽然没有直接给 但我可以很散裁 这是 5 这是 6 同意 这三个直角形面积都可求 好了 那这条题我们就要解决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个计则解析过程 首先一半模型哪一种 其实还是考的是第二幅图 只不过它不能直接 把我们的两个图形的面积 联系在一起了 那接下来我们连接D1 DF 求出正方形的面积 再求出三个直角形面积 ADE的面积底层高 那就是 8 乘以 28 那三角形DFC的面积 底层高 3 乘以 2 那就应该是 12 最后 BEF的面积 那应该是 5 乘以 6 乘以 2 应该就是 15 好 那最后写完 我们三角形DEF的面积 应该是 29 那么我整个长方形的面积 就应该等于 29 到 2 倍 那也就是 58 了 好 给同学 V5 就到这了